这是怎么了 魏兄何故在此 你们认识 明堂哥哥有所不知 魏兄是我父亲的得意门生 和我们同在书院里读书 去年刚刚考中秀菜 今年便中了举人 文才斐然 学富武车 阿泽弟弟谬赞了 愧不敢当 在下见今日秋高气爽 约了几个朋友来这里散心 不成想还未等到他们 便看见谢小姐凑马而来 随斗胆拉住了缰绳 若有失礼之处 还请无要见惯 咱们从小一块长大 彼此都知根知底 我就明说了吧 我喜欢朕妹妹 想要娶她为妻 你们眼里若是还有我这个兄弟 就别和我抢 既这么说 长幼有序 咱们兄弟之间 第一个成亲的人应当是我 大哥的终身之事还未落定 你们做弟弟的 如何忍心啊 几个兄弟 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辩起来 说得好不热闹 爸爸爸 既然你们都有这个心 咱们还是各凭本事 左右他们姐弟俩一时半会 也不会离了咱们家 且慢慢畜上几个月 让真妹妹自己选 这样总成了吧 哥几个谁都不服谁 只好同意了这个折中的法子 优优独播剧场 direct 小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